大家好 歡迎來到鄰近香港 我是劉甘仔 今天想和大家說一下教協日前宣佈解散 背後竟然是因為有政府內鬼通風報信 和教協爆料說有部門已向警方國安處交了功課 執法部門很快會追究教協主事人 包括馮偉華和葉建源的刑責 所以他們才急急轉移資產 並且註銷工會逃避刑置責任 而民陣亦跟隨決定將於今週五決定解散 另外民主黨的副主席李詠達上週五離開香港 結果引發了民主黨的內戰 兩個前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和尹兆堅 還在獄中透過助理出post 轟爆那些年輕人是乾弟 讚上位到底又是甚麼一回事 最後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就是繼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 阿爺第三次出手 反外國制裁法 是否即將引入香港 我一會兒就和大家討論一下 不過在我們討論下去之前 希望大家幫忙留言讚好 把這條片廣傳出去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輪盡香港 我們一有新片 你就不會錯過了 首先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教協解散因政府內鬼涉物 民陣各隻 星期五都解散了 事源在上個月31日 官方媒體新華社和人民日報 發表評論 狠批教協是毒瘤 必須剷除 有定性教協為反中亂港的組織 認為港府必須徹查 事隔40天 教協竟然禁信貪屈服 在8月10日宣布解散 正當全世界都以為 教協是港府 媒體以及市民群起聲討的情況下 逼於各界的壓力而收盪時 有教協中人竟然透露 說其實因為政府內鬼 這幾天默默接觸 教協大佬和他們通風報信 說有政府部門 在阿爺落命令動教協後 已經主動向警察國安處 提交秘密報告 國安處都很快會執法 又說勞工處會向教協開刀 取消其工會的資格 而教協內部都研究過現時的處境 做完沙盤推演之後 發現真的沒有彎轉 所以急急開會決定解散 一切都只是為了逃避刑事責任 轉移資產 解散只是第一步 他們現在正趕著國安處深入調查 查封教協會指和相關人士的電腦之前 銷毀相關的證據 例如 回憶記錄和資料單據等等 至於教協過億的資產去向 翻查教協周年財務報告 他們在去年的收入高達3.400萬 其中只是超市訂購和中學服務 收入已經過2.4億 而他們的流動資產 亦達到1.25億 加上旗下有很多物業 他們總市值估計有4.3億左右 馮偉華在宣布解散的時候 就說會給足遣散和相關的費用 又說如果還有餘款 希望善待員工 額外派發特偉金 哇 整億資金拿去做遣散費 連梁振英都說 教協理事必須交代清楚 數以億元資產的去向 其實教協擁有巨額的資產 就算教協管理層 不至於將教協的資產私吞 考慮到教協過去參加了不少 反中亂港的活動 並且提供支援 他都大可以將資產轉去其他組織 變相用其他方法借私還雲 繼續禍害香港 而繼教協昨天宣布解散後 另一個攬抄派組織民陣 也在星期五決定解散 民陣的召集人陳浩恆 目前還在監獄中坐牢 而民陣在2019年黑暴期間 用了很多不同的名義發動所謂的遊行集會 他們擺明就是違反國安法 加上這些組織長期帳目不明 多個會員團體擔心惹禍上身 以及涉及洗黑錢的嫌疑 他們多個會員早前紛紛割席 僅剩下10個會員團體 包括支聯會、職工民、社民連、工黨和社區前線 有民陣的人說 他們上個星期開了個臨時會員大會 很多剩下的會員都想過席 但怕被人罵 所以慫恿大家用大會決定的方式散水 會上還舉行是否同意解散民陣的投票 其後都很快通過了解散的決議 但對於如何處理市民捐款的善後問題 沒有討論到 在今次這件事 我們明顯可以看到幾點 第一點 阿爺不說公仔劃出場 一群公務員都不會採取行動 他們不做不錯的無謂意志 真是累死香港 第二點 公務員隊伍裏面有二五仔 明知道政府和警方正在做事 還有種酒去和教協報寸 如果公務員制度和文化不改革 就算宣誓只不過是象徵式做過樣 所謂愛國者治港 真是得膽少 第三點 教協和民陣死心不息 大家真是不要以為解散了就是大結局 代表他們的違法罪業可以一筆勾銷 他們搞這麼多事 都只不過是想跳船自保 口服心不服 分分鐘轉移資產 逃避刑責之後借私還雲 繼續禍害香港 所以香港政府真的要吸取教訓 警方更加應該要盡快調查 監察教協和民陣的資產去向 一旦掌握足夠的證據 就要果斷檢控了 如果讓他們自把自圍 決定些餘款的去向 對全香港的市民來說 才是一件不公道的事 再說回教協 無論怎樣都好 香港的教師團隊都不是只有教協一個 教育局仍然有很多個和前線教師溝通的平台 何況現在機制下 教師完全是可以直接和政府溝通 因此香港的教育工作絕不會因為教協的存在與否停擺 反過來看 沒有了教協 教育界才可以發展得更好 希望教聯會這些名符其實的教育專業團體可以爭氣 發展成為教協 由大學中學小學幼稚園各級的學校教師組成的10萬人 最大單一行業工會擔起教育秩序守護者的責任 第二個主題想和大家說一下就是 民主黨爆發內戰 尹兆堅和林卓廷就在獄中哭訴 那些契弟爭上位 話說民主黨副主席李永達上星期五離開香港 結果引發了民主黨的內戰 民主黨中委蘇日恆就在社交媒體留言叫人衝 自己就鬆 名傳李永達 但是民主黨副主席梁逆亭除了讚好那個鐵文之外 亦都在自己的IG裏就說不負責任 不知所謂 結果就引起了正在環額的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 尹兆堅發炮 批評他們是契弟 你是沒有資格發現的 又批評他們結黨結派 作沉船拖後腿 同樣坐牢的林卓廷就發文指 相信民主黨會有絕少數的人選擇擁抱 完善選舉制度謀求上位 其實民主黨內戰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 李永達出走引氣的風波只不過是令到矛盾浮滅 矛盾就源於民主黨應否參選年底的立法會選舉 黨內一班上篩案賺夠錢的元老 以及已經擺明違反國安法沒有政治前途的大佬 包括前主席劉慧興和復出擔任副主席後 著草的李永達都多次公開表明不同意參選做花瓶 李永達之前還坦然 出生只不過是為了穩定軍心 實際上就是要壓制梁亦廷他們要參選的聲音 至於主席羅健熙 副主席梁亦廷和蘇若恆這些少數較年輕的區議員 就主張繼續參選 有黨內的人士爆料 說他們多次向黨友洗腦美其名稱參選可以救人 對正環額的黨友有幫助 又曾經多次約見中間人 了解中央的想法 希望和中央陳情 他們更加警告就說 若果民主黨再亂來就會滅黨 其實一班民主黨少壯派擺明就是機會主義者 為了政治利益毫無立場可言 例如在違法35家初選案上未被起訴的鄺俊宇 近日都開了一個新的YouTube Channel 叫做新青年事務所 他的短片主要是講民生議題 出現在這個頻道的除了梁亦廷和蘇若恆 還有觀塘的黎寶貴 柔子網的曾志明這些民主派留任的區議員 他們擺明就是同一班元老對著缸的參選派 有人更加預期 若果最終民主黨不參選的話 這批人會退黨令起勞造 這次民主黨大難民投國自非 有人就選擇堅持寧願著草 有人就選擇做契弟 留守爭上位 大家又覺得誰對誰錯呢 民主黨最終又會變成怎樣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說下 最後想和大家討論一下 阿爺再出手反制裁法 香港成為中美的戰場 下個禮拜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會開會 大家都估計 繼這個港區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度 阿爺將會第三次出手 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基本法的附件三 之後就會在香港本地立法實施 而香港將會成為中美兩國大國博弈的最後戰場 林鄭早兩天打散開口牌 就說支持本地立法 因為可以避免外國的勢力 外國政府和西方媒體借機炒作 若發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和對香港的信心 她又指和中央提交了意見 但最終的做法仍有待決定 其實全國人大常委會早已在6月10日 表決通過反外國制裁法 如果大家還記得 美國上個月炮製了所謂香港商業警告 抹黑香港營商環境 又制裁了7名中聯辦副主任 中國之後就首度引用 《反外國制裁法》 對美國前商務部長羅斯等7個美國人員和實體 實施了反制裁措施 無論如何都好 全球各國都有擁護自己國家安全的法律 個別國家對中國和香港特區實施的所謂 制裁是單邊的措施 是違反國際規定的不干預原則 因此及早在香港訂立實施 《反外國制裁法》適時配合國家作出相應 而且合比例的反制措施 是合法合情及合理的 我覺得《反外國制裁法》的重點很清晰 就是一個反字 現在美國用不同的藉口對我們進行虔制打壓 我們不可以捱打 必須反擊 只有我們及早立法 才可以在具備法律基礎的情況下執行反制措施 反擊外國單邊的威脅 維護國家的尊嚴 讓這些別有用心的外國政治力量 放棄長臂管轄的霸權主義 真正做到以戰止戰 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 歡迎在下面留言說下 如果想看多些類似的節目 也希望大家記得讚好這條片 將這條片廣傳出去 最重要是訂閱我們 《論盡香港》 我們一有新片 你就不會錯過了 我是劉金仔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